今天,我们要探讨研究一个神秘的, 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修行,修道,修炼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一提到修行, 可能当下想到山中的饮食, 苦行的僧侣, 或者追求长生不老的古老传说。 但你有没有想过, 修行的意义不仅在于破除凡尘, 寻求神秘力量, 更关系到你我每个人如何活得更健康, 智慧,甚至找到内心的真正平安与幸福。 修行并不只是为了追求超凡脱俗的境界, 而是要解决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与烦恼, 觉知劫难,提升自己。 无论是修行,修道,还是修炼,归根结底, 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获得身体的双重健康, 获得更多智慧, 从而真正掌控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要揭开修行的神秘缅纱, 探究修行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看看它到底如何帮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走进修行的世界。 第一部分,修行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为了割断红尘, 追求某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其实,修行的最终目的, 不是让我们生活在云端, 而是让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中, 活得更健康、更智慧, 首先获得心灵的平静与自由。 修行的出发点不是逃避现实, 让自己在现实中活得更好。 那什么是健康? 通常,健康心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身体健康, 另一部分是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就是我们常说的少生病, 不生病,身体强健, 能够有力抵抗各种疾病的行为。 而心理健康, 让内心没有烦恼, 没有痛苦, 能够在生活中的波涛中, 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稳定。 修行的一个关键目的就是, 既让身体健康, 也让心灵健康。 这两者缺一不可。 光有健康的身体, 却普遍存在情绪的困扰和压力中, 那不叫真正的健康。 同样,光有内心的平静, 但身体一病不起, 那生命的质量基因大打折扣。 修行的根本目的, 就是让身体核心理都达到平衡与和谐。 第二部分, 什么是智慧? 如何获得智慧? 除了健康, 修行的另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智慧。 那么, 什么是智慧? 简单来说, 智慧不是只学会复杂的道理 或拥有无尽的知识, 而是只在生活中如何成功地解决问题, 避开劫难, 找到化解烦恼和压力的出路。 智慧能够让我们看透生活的真相, 找到行动的正确方向。 很多人遇到困境时, 往往会被问题所困, 陷入焦虑和迷茫中。 但一个有智慧的人, 会认真地面对问题, 找到最适合的解决办法。 他们知道, 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确实是困境, 但每个问题背后总有解决的途径。 能力就是修行中所要培养的智慧。 第三部分, 健康与智慧的关系, 修炼身心灵的双重修行。 要实现真正的健康和智慧, 我们需要进行全神双修。 身体健康依赖于生活中的养生之道, 这包括注意饮食, 合理的休息, 选择良好的生活环境等。 在此基础上, 练功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通过练功, 我们可以把纯净的道气 引入身体, 增强自己灵魂的正气能量, 身体的防御能力, 抗病能力就会增强, 体内阴阳平衡, 气血顺畅。 练功不仅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 更是一种调理心灵, 提升灵魂的手段。 同时, 心理健康则要求我们修心明理, 明晰宇宙天道的法则, 明白三界众生的真相。 只有当我们能够看透生命的本质, 心理才能保持平衡和安宁。 当你对宇宙的法则和人间的真相看明白了后, 许多事情自然就看得开, 面对问题使你也能够更从容智慧地对待。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 除面对生活的劫难, 你也能找到解决之道。 第四部分, 修行不是宗教信仰, 更不是盲目崇拜。 很多人以为, 修行就是某种宗教信仰, 或者盲目崇拜神灵。 实际上, 修行与宗教信仰是不同的。 宗教信仰也许会让人一个心灵的归宿, 但修行是一个内在修炼的过程, 是不断修正的自己言行, 提升自我心性的过程。 修行不是天天挂在嘴上说给别人听的, 它是一种内心的修行, 是为了达到健康、 平安、 长生、 幸福的状态, 而不是追求某种虚幻的神通或法力。 在修行的过程中, 与道合一是最终的追求。 道不是神秘的存在, 而是宇宙运行的规则。 修行就是要让自己的心性 与道相合, 调整自己的言行, 修改自己的行为, 当你不再为欲望的纷扰所动。 真正达到内心的瓶颈时, 你离修行的终点也就更进一步了。 第五部分, 如何在生活中真正修行。 修行不仅仅是坐在山上打坐或念经, 它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修炼。 修行并不需要我们远离社会, 远离人群, 而是要学会在现实生活中修炼自己。 每一次遇到挑战, 每一次处理复杂的事情, 都是修行的机会。 修行并不要求你的事情都完美, 但修正它要求你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行。 修行是一种内在的觉察和成长, 是不断提升自我心性,增强自我智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修行的本质其实很简单面对, 就是让自己在繁杂的生活时, 能够内心平静, 从容不迫。 第六部分, 修行的最高境界, 平安、 幸福、 长寿。 当你通过修行, 体会到了身体的双重健康, 内心也充满了智慧, 你会发现, 生活中的许多烦恼, 压力和痛苦, 逐渐远离了你。 修行的最高境界, 就是获得平安、 幸福和长寿。 所谓长生, 并不仅仅是身体的长寿, 更指灵魂的永恒。 修行的过程, 是灵魂不断进化, 提升的过程。 通过修行, 你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 与宇宙的本源相合, 超越生死轮回, 这就是修行的终极目标。 不再为世俗的名利所困, 不再被烦恼纠缠, 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幸福。 修行的本质是什么?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哲学理论, 也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 修行的目的, 归根到底, 是让你在现实生活中 更加健康, 更加平安, 更加智慧。 只有做到这一点, 才能说你真正理解了修行的意义。 不要让自己陷入修行的误区, 不要被虚幻的目标所蒙蔽。 真正的修行, 是你与自我, 与世界, 与宇宙和谐相处的过程。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能帮助你在修行的道路上找到正确的方向, 获得真正的健康与智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请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